大家好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观众朋友你今天买到口罩了吗 很多人都说他连跑好几家 这个超商或者是药妆店都买不到 不过有一家这个药妆店屈城市 发起了一个888 你只要买888 够这个钱就可以得到五个口罩 五片口罩 有人就说这个会不会怪怪的 还是商人在发什么灾难财 因为你在这个药妆店 是买不到口罩的 那很多人就说 那就各凭本事吧 既然买不到 于是在台南雪甲 有一间口罩工厂 从下午就加开了一场 特卖会限量一千份的口罩 来供应新民众大排重龙 现场情况 连线我们的记者徐慧珠 是的特货现场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口罩工厂的门口 是大排长龙 这队伍大概排了有四五百公尺 那么长 厂方公布下午一点才开卖 可是一早队伍就排得老长 就怕买不到 为了让更多的乡妆可以买到 厂方是限定一个人限购两格 就怕会引发纷争 警方也出动帮忙维持秩序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路上这一家口罩工厂在昨天 总共是供应了五百盒来贩售 结果十二点半就被抢购一空了 现在虽然政府表示要统一征收 可是业者还没有收到公文 他们不舍相信台队酒后 因此今天再加开一场 业者说今天总共要提供 一千份的口罩 卖完就没有了 因为业者说这口罩的原物料 像是不知不等等 都是从大陆进口来的 现在取得有问题 未来能否顺利生产 也不知道 因此就是限量一千份 这就是目前现场最新的情况 好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业者说 他们还没有收到政府的公文 所以他们拿出来跳楼大拍卖 其实没有大拍卖 是用原价卖给有需要的人 注意是有需要的人 一天释出一千片 一千片而已 其实很快就卖完了 他说明天还会再来一次 就是政府的所谓征收的公文 他们现在还没有拿到 第二个就是说 这家工厂有说 他们所有的原物料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现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是不是供应链也有问题 他们也不敢保证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第三个是民众还是一样 不管大家都说够 不要抢还是抢 所以这个都是几个现象 提醒政府来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先来接call in 台北的郭小姐 郭小姐请你表达你的意见 郭小姐你好 是你好大家好 其实不是抢 是政府一开始说 把它提高成说 最高标8块 然后一个人只能买三片 你知道我们家如果五个人 那我一直买 我要排几次 然后像我是慢性病 然后现在流感又那么严重 那慢性病你只要去搭捷运 搭工你就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说一天 一天家里三个怎么够呢 那你就非要去排 那我说要排 一天要排十次 我也不能五个人 都都去排 对啊 然后酒精也买不到了 我昨天酒精啊 我女儿跑了五家 是 就买不到酒精啊 所以你说 你一开始是政府限制 一个人买三片 然后又说一片八块 你不要说一片八块嘛 之前一片才两三块嘛 你先带头说这样 民众就恐慌了 是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这是民众的心声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 台南的苏先生 苏先生你好 请说 你好 这个政府 我表示一点 这个政府从选举之前 就开始骗 骗到现在口罩也搞不好 一个口罩 早上七点钟 我去西门排队 已经排了一堆人 还是买不到 我是一个月要跑几次医院的人 去看门诊 是 但是 苏先生 你现在家里面还有口罩吗 我现在只剩下差不多十个左右 只剩下十个 但是我一个月 几乎要跑三趟四趟医院 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政府在干什么 从选举之前骗 骗到现在 现在口罩还在骗 他不是说有几千万个吗 几千万个 所以为什么西门一天只卖几百个 是 好 他留着那几千万个要干什么吗 这个政府真的真的不知道在搞搞什么东西 谢谢苏先生 接下来接台北的陈小姐 陈小姐请说 好 喂 是 还没讲完 有 是您 陈小姐 好 你可以直接说了 陈小姐 喂 您好 这样子 我只提供一点小小的意见 因为我的女儿是在新加坡工作 新加坡的政府现在是 一个人发十个 一个人发十个口罩 是 然后不用钱 一天吗 对 一天 不是一天 一次 一次先发十个 这个是安定人心 第二 他们每天固定 每天固定 是 每天固定 不是 是一次 就一次先发十个 然后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可能七点八点的时候 由政府会统一 全国老百姓的手机 都会收到政府的简讯 跟每一个人民 报告 今天我们有发现什么 或者是有几个人治疗 有几个人确诊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有为的政府 安定人心 我们台湾资讯这么发达 难道我们做不到吗 然后让网络谣言 满天乱飞 是 对不对 好 谢谢您 先澄清几个 这个疾管局有一个 那个line的群组 叫疾管家 大家可以加入 就是疾管局的疾管家 是家庭的家 可以加入 每天他会发布最新的疫情 以及政府的作为 这个可以先这个加入 另外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 包括各县市政府 其实有在自己自立自强 这个云林县 在高中以下的所有的学童 他们是在开学之后 或者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送 宣布一个学童会发 一盒的口罩 一盒里面有20片 可能就是应急之用 现在可能大家也是在 做各种的措施 因为毕竟我们是民选的政府 都不能闹嘴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台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的意见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是 那个我是很赞成有志 他的想法是对的 其实在这种情况 政府已经统一征收了 包括所有的口罩 都是在我们的政府手上 那是不是照有志想法 是你说每个家庭 看你的人口数 一个人先发个几盒 给他们 大家可以安定嘛 想去难听一点 政府这么多钱都在花了 这些口罩钱真的花不起吗 是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未来的口罩到底会不会缺货 因为刚才那个口罩工厂也说过了 原物料都在中国 未来台湾到底原物料会不会够 那也是一个很奇怪 也会让老百姓觉得很紧张 所以为什么 所以政府在处理办 还是有一些瑕疵 是 谢谢您 谢谢您 抱歉我们时间有限 接下来新北的施小姐 施小姐请说 施小姐 主席 我说 请说 现在都不相信 民进党的事情 民进党的说话都没人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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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骗 都是骗 骗才先人的 好 你说有买到口罩 我没买到口罩 说不了解 他们只要做地位而已 他们没先备先的口罩 我说我们就好了 是 好 其实政府现在是联合来争够口罩 据说我们得到的讯息 我们刚刚打电话 记者也去查证了 是全台湾有十家的业者 这是大型的口罩业者 那包括了华新 大家都可以看到 很多人去这个工厂排队 这个华新口罩工厂的董事长 郑永住了 他是说 他们会用全线 全能二十四小时 或者是两班制加班 都来生产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 一公司说 也是全能生产了二十四小时 或者两班制加班 大概可以一条线 可以生产到十万片左右 一个小时 一天十万片左右 然后政府认为有这个需要 我们当然是配合 所以我们大致上会配合到 六条生产线 增加了以后变十二条 十二条 一天大概多少 十二条就 那个新的六条就六十万 那旧的六条可能是在 四十万左右 所以就可以一天可以一百万左右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全民一心 共同来抗这个病毒 来抗武汉肺炎 不过病毒是不分蓝绿的 杰哥刚刚也听到好几个 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这都是真实的心声 对政府也有一些质疑 杰哥怎么回应 没有错 政府要发动要来管制口罩 或者以后甚至酒精什么 其他药品 只要政府该做的作为要做的时候 相对政府就会负担 这一部分的责任 你要管 百姓把权力交到你手上 那你就要管得好 要不然就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这个不必要的恐慌 第一点 确实事先我们的宣导不够 比方说这个口罩的戴 刚才高医师已经讲很清楚 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要戴 比方说病患 或者孩童们 幼童们 或者医护人员 或者在密闭空间工作的人 司机等等这些 所以政府的这一部分的宣导 不是很够 说实在话 第二点 我们的这个储备量 确实有4500万份 不过如果这个恐惧 不先解决的话 你不要说4500万份 再4亿5000万份也是不够 我刚刚讲到我们2300万人 我们一天如果开始正式的 开始开学 而且工作大家都回到岗位以后 一天如果每个人都要戴 要1400万份 我们一天的移动人口 包括学生 那一天1400万份 我们一天的产能只有400万份 要三天半才够 所以基本上政府那4500万份 拿来做暂时的补充的部分 也只能撑一段时间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从我们必要的 比方说保护孩童 学生 保护医务的人 保护病患这些先做起 那其他我们还有治理能力 我们可以也避开 不避那么频繁使用口罩的 那这些就是要民众能够有一个 免除恐慌 要有一个信任感 那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政府的宣讨 确实应该再加强 我刚刚来的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会议就是这样 比方说我们议员 我好几位议员 我们要求卫生局 说民众现在到便利商店买不到 那要不然我们开放 比方说由卫生局跟中央要求 在我们台北市12个区的卫生所 让民众 你不用送给民众 你卖 你卖 但是来这个地方排队 就是来哪一个地方 你一定买得到 可以源源不断的公益 比方说你来排队 那一家五口就是可以买五个 那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在讲五元 好算也好找 那什么一个六块 我给你买一个你再找我四个点 所以这个都没有效率 也不必要的困扰 比方说我刚跟卫生局要求 局长我面对面跟他要求 他也讲得很无奈 竟然首都的卫生局长 跟中央的对口也不是那么顺畅 那这个我就不懂 所以我当时我是要求说 我们卫生局想方设法 你每天在跟中央的会议 不要说会而不议 议而不觉 觉而不行 要把最重要的 如果连首都卫生局长 都没办法至少帮我们保住 首都的部分 让市民安心 说你去便利商店没有买到的话 那至少你到各区 我们这12个卫生所 健康中心 那你如果不嫌排队麻烦的话 你一定买得到 而且会一个合理的数量 来让你买来提供给民众 这才是对的